大家好,我是陆之山 本期我们也聊一聊阿基·考里斯马基导演 芬兰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博目之光》 我想先说一下当年关于影片的新闻 芬兰电影协会在2006年9月 已经选择了这部影片去角逐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衣片奖项 但是阿基导演在得知消息后 表示自己并不希望作品参加此奖项的竞争 在2003年,导演代表作《没有过去的男人》 同样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衣片提名 但是由于导演反对鄙视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 以及入侵伊拉克的行为 所以宣布抵制美国的这个学院奖 同年因千云千寻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篇奖的 宫崎俊导演 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参加班奖礼 所以阿基导演在2006年的第二次抵制就不奇怪了 反正奥斯卡金像奖纯属美国政治证券的宣传工具 不要也罢 开篇,三位酒鬼畅谈着俄国温豪们的译门 而男主考因斯坦恩则都在阴影里抽着烟 他是一位搭车保安 总是受到同僚的孤立与欺凌 在酒吧搭讪美女也遭遇冷眼相对 孤独与自卑深深地笼罩着她 只能躲在不嫌的角落里饮尽苦酒 好在开小餐的女人艾拉对她有好感 是全片唯一一个善待男主的人 电视的花外音介绍着蝎子的毒性 也在暗示男主即将为您的不幸遭遇 也有时间为了实现自己未来开保安公司的梦想 考因斯坦恩自费参加学习商业课程 这天,男主在餐厅里郁闷地抽着烟 蛇仙美女米利亚登场 主动接近男主考因斯坦恩 内心善良的考因斯坦恩 还会为被虐待的狗而出头 挑战比自己强壮好几倍的无赖们 虽然结果不出预料之外 这天,为了和米利亚的第一次约会 男主精心打扮了一番 看电影的时候,直勾勾地盯着米利亚的侧脸 很明显,她已经身陷其中 并不知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长时间自卑的康斯坦恩 只能眼睁睁看着米利亚被别人约走而一言不发 略感挫败的她来到小石滩 炫耀她和女友的第一次约会经历 艾拉心生气恨,拈走了男主 港口边,米利亚和他幕后老板见面 向其汇报诱骗康斯坦恩的进展 并不解为什么老板要骗男主这个底层小人物 老板说这你不用关心,做好本人工作就好 很明显,老板在和俄罗斯匪帮 立谋着一件大事 这边乡,康斯坦恩去银行超市贷款 被负责人员毫无前面的彻底羞辱一番 夜行的时候,米利亚突然出现 找借口进入大厦参观 拿着键帽当中间的康斯坦恩 当然不会错过炫耀这个权利的机会 入口密码被米利亚安静下来 回到幕后老板处,米利亚表示想推出计划 并把入口密码给了老板 老板则劝了他等一等 计划马上成功了 他现在可以欲擒故纵,冷落男主 男主在家精心布置,等待米利亚到来 米利亚途中用了一个非常着力的借口 说母亲生病,必须马上走 而匆匆甩门而去 留下康斯坦恩借酒消愁 挫败的他又一次来到小池滩找到艾拉 艾拉不及前前,送男主回家 更衣室里,同僚用吸血的口吻跟男主说 你被甩了吗? 正好击中了男主的痛点 所以举起扳手欲还击,被人拦下 下班后,米利亚又次出现 表示想和男主谈一谈 二人来到餐厅 米利亚在康因斯坦的咖啡里下了安眠药 又引男主到车中 男主昏迷不醒,直接倒在了方向盘上 而同时,匪徒使用声东机器的诏书 也由监控室里的两位老板离开 另一会儿匪徒则根据男主提供的密码 和圣诞的钥匙接入了大厦 洗劫了大批珠宝 不出意料的,康因斯坦受到了警方的减讯 但他仍然固执地不愿意供出米利亚 之后,他便登上了报纸 被民众误认为劫匪 他也一言不发,不去解释 也许这么做,是不想别人知道自己被骗 来维持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 这里,阿基的御用女演员 卡蒂·奥廷宁 克率了超市收益员的角色 他在阿基早期作品《20年前的听堂孤影》中 正式饰演了一位年轻的超市女称议员 这里可能是他流量半生 人到中年为了生计而重操就业吧 男主下楼下 米利亚得到老板命令 要他去了结最后解释 就是把仓物和钥匙藏在男主家中 以便警方可以顶罪 男主从镜子中看到了这一切 但仍然沉默不语 不许揭发 回到老板车中 米利亚担心男主会供出他 老板则表示 他中手的天桥狗 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傻瓜 得到消息的警察 上门抓捕男主 男主则静静地看待这一切 一眼不发 可能是他自己对目前生活 已经完全绝望 进了监狱反倒失踪解脱吧 考因斯坦恩被判两年监禁 法庭听审时 只有艾拉一个人到场 另一边 老板和米利亚则为抢劫的神功 而庆祝着 监狱里的考因斯坦恩 依然是多来多往 截然一身 服刑期间 艾拉不断给考因斯坦恩写信 但他看到没看 直接撕毁了信件 春夏秋冬又是一年 这天 男主得了假释 来到政府指定的收容所 安顿下来 又拿着介绍信 来到一家餐厅做起碗工 没想到下班途中 偶遇艾拉 艾拉质问他为什么不回信 考因斯坦恩则不愿过多解释 转身离开 晚上 艾拉来收容所探望男主 男主说自己仍然没有放弃希望 想同室友一起开一家修车厂 艾拉本身很欺慰 希望男主能经常来看看他 可是天不遂人愿 这天 在餐厅刷板子的男主 偶遇米利亚和他老板 老板看到男主后 马上通知领班说 男主犯有盗窃罪 让餐厅立马解雇他 餐厅老板在给了男主一点钱之后 把他打拔走了 心有不甘 满腹仇恨的男主 拿着水果刀想要复仇 没想到被老板的保镖痛扁一顿 老板则表示自己的生意人 不会杀人 但是要他生不如此 考因斯坦恩像垃圾一样 被扔到了建筑工地中 他曾经帮助过的黑人小男孩 跑来跟艾拉报信 希望他能过去帮一把男主 落魄不堪的男主 终于握紧了艾拉的手 影片与此结束 薄木之光 同三部曲的前两部 浮云赤士 没有过去的男人一样 讲述了工人阶级的故事 全篇充斥得饱和料理的色彩 但是氛围却充满了阴郁 结局也和前两部大不相同 是以悲剧收场 冷面幽默相比以往也大倍减少 本篇更多的是下一部情节剧 我们头一次在阿基电影中 看到现代元素 高速公路 手机 电脑 等等 这些东西在以往作品中 几乎无稽可寻 我想这些现代元素 更加凸显了角色 在钢筋森林中的渺小 与孤里无缘 影片这几处画面 如同我在福音设事里所说 依然充满了爱德华霍的绘画风格 鲜艳色彩对比强烈 配上简洁的构图 空旷的空间与静止的镜头 向我们传达了一种阴冷与疏离之感 虽然全片的论调都是绝望阴郁 但结尾处总会留有一丝希望 一丝温暖 如同片尾亚人紧握的双手 此刻的考音斯塔恩 握紧的双手可以很多事中妥协 终于接纳了自己 而艾拉一如今晚的关心 正如片名所说 是伯木中的一语阳光 此处 男主静静地坐在他地角落 一言不发 背景夜里的歌声 满美地契合了考音斯塔恩的精神世界 说句题外话 其实这位演员长得很帅的 演这个角色多少有点出戏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观赏 希望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 收藏以及关注 谢谢